国外来看到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 从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他多次呛民众实在太过恐慌了 这样实在很愚蠢 不过如今他却在推特上面自爆 自己疑似感染了新冠肺炎 不过很奇怪的是 他同一时间同一天 接受了四次的筛检 结果竟然是两次呈现阴性 两次是阳性 让他怒劈实在是好离谱 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推特自爆 确诊新冠肺炎 不过奇怪的是 他在一天之内检测四次 结果出现两次阴性 两次阳性 他使用美国BD公司 旗下的快速抗原测试 四次检测中都是同一机器 同种试剂 以及同一位护理师操作 不料却出现不同结果 他痛批这种错误 可能也会发生在别人身上 不过马斯克 24小时后结果出炉 如今马斯克疑似染疫 不眠让人回想 他从疫情爆发以来 对新冠肺炎的不屑与愤怒 马斯克九月曾透露自己和家人 未来都不会施打新冠疫苗 马斯克五月时还曾杠上 实施封锁的加州政府 呛瞎就算违反规定 也要让特斯拉工厂复工 如今马斯克疑似确诊 不知道会不会改变 他对疫情的认识 以及应对态度 记者综合报